画面中的老人是行在乡,今年八十九岁,他的儿子隋传豪五十七岁,因为一场车祸,隋传豪丧失了部分记忆,会常出现神志不清醒的状况,甚至有时候出去了,就记不住回来的路。 隋传豪一直被八十九岁的老母亲锁在家里,直到中秋节那天,奶奶看她非常清醒,就敞开门让她出去透透气,可就是这次透气,隋传豪就再也没有回来。 行奶奶为了找隋传豪,吃尽了苦头,为了省钱,晚上就睡在全天候营业的快餐店,有时还未省下交通费,就步行四处寻找,年迈的行奶奶有好多次摔倒在路边。 这一年来,奶奶走遍维方的大小村落,寻遍了七座城市,十个区县,形成近万里,她只盼着儿子隋传豪,赶紧回家。 学长,往家走,学长来家吃饭,学长来家吃饭,学长来家吃饭,何千言,你钱留下,你把他送来家。 2014年医院,新奶奶查出患有结肠癌,为了寻找儿子,老人放弃治疗,依旧到处寻找。 2月8日晚,新奶奶病逝,在最后的时间里,老人给家人留下医院,一定要找到她的儿子,隋传豪。 虽然奶奶去世了,但是寻人的行动不会停止,新奶奶的孙子,也就是隋传好的儿子隋伟,带着老人的医院继续寻找。 如影看到照片上这个,年龄五十多岁,身高1.6米左右,神志不清的男子,请拨打本南路热线电话,提供线索,帮其早日回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